路加福音第六章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 他的门徒摘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合法的事呢? 耶稣回答他们,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上帝的居所, 拿供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呢? 这饼唯独祭司可以吃, 别人都不可以吃。 他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右手萎缩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 为要找把柄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萎缩了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合法的呢? 他就环视众人,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照着做, 他的手就复原了。 他们怒气填胸, 彼此商议怎样对付耶稣。 在那些日子, 耶稣出去, 上山祈祷, 整夜向上帝祷告。 到了天亮, 他叫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他弟弟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肥利和巴多罗买, 马太和多玛,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激进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后来成为出卖者的 加略人犹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在一起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全犹太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希望耶稣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乌灵缠磨的 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 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 说, 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得饱足, 现在哭泣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人为人子的缘故, 贞恨你们, 拒绝你们, 辱骂你们, 把你们当恶人除掉你们的名, 你们就有福了。 在那日, 你们要欢心雀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很多的, 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 带先知的, 但你们父族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 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 也是这样带假先知的, 可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的人,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善待恨你们的人, 要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要为凌辱你们的人祷告, 有人打你的脸, 连另一边也由他打, 有人拿你的外衣, 连内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拿走你的东西, 不要讨回来, 你们想要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 你们若借给人, 希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在儒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 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戴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仁慈, 向你们的父是仁慈的, 你们不要评断别人, 就不被审判,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避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待岸, 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学生不高过老师, 凡学成了的会和老师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每一种树木, 可以从其果子看出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的, 也不是从吉里里摘葡萄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照我的话做呢? 反倒我这里来, 听了我的话又去做的,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把地挖身, 将根基立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动摇, 因为盖造得好。 但听了不去做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立刻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损坏得很厉害。